《耳子哥仔》Color3月22日出的2022第一扣海底隧道 跟林直去CourseOver是一首給香港人聽的歌 他們說在這段時間我們居住的世界有戰爭有疫情 大家都一定覺得不容易 但只要相信隧道的盡頭一定可以重見光明 為什麼這首歌是完全給香港人聽的呢 因為先行版MV一開始是一條極黑暗的隧道 有隻管道,intro的節奏聽起來都很慢很陰層 但之後突然一下子就立即BANG生湧現 感覺就比較像是人人都見不到前路大家的心情都很壓抑的社會 爆出一個由心而發的立喊 秘密既見光,最怕陰影放大,內心顯得渺小,在美好都變壞 以我自己的吸收就是覺得它是說人心裡面最底的那層底牌 沒有需要每次拿出來告訴人的,留些餘地給自己 如果陰影放大,感覺上這裏是指不安 灰塵可能是一些害怕的後果 內心就會顯得渺小,心情一差 你看所有的東西都是差,硬好的東西都是差 因為你只會用一個壞的角度去想事情 我相信我們每人都試過 長期的抑壓的確是很打擊人心的 而最新出來的消息,無論是什麼消息都好 都好像有壞無好感 但就好像《風雨肥團》那首歌,即是之前某一集的EZ哥仔 現實的情況是怎樣都改變不了 改變心態才是對自己好的唯一出路 到歌Solo的那部分就更加顯得出內心的混亂 它將I can't see, I can't think, I can't do anything 半隱藏地放在這個急速的吉他Solo裡面 我是覺得有feel的 而先行版MV裡面,隧道都是由黑慢慢變光 到最後,意思當然就是大家最後都可以重建光明 當然這部版本也可能是真MV出現 我只是說了頭幾句歌詞 到底今次林夕和Color會怎樣用音樂 去鼓舞大家給力量你們呢? 快點去聽聽吧 這裡會送上一個什麼冷知識給大家呢? 世界上最長的隧道是瑞士的鐵路隧道 聖哥達基線隧道,有沒有聽過? 長度是57.1公里 即是571個足球場那麽多 就將這個連接英國和法國的海底隧道 直接推後到第三名 我再找多一點點,數字是嚇死人的 用了125億美元去興建 是等於尼加拉瓜的GDP 即是本地生產總值,好誇張 而如果只算海底隧道的話 就是剛剛被人打到第三名的那條隧道最長 即是只算海底位 法文譯名就是拉芒甚海峽隧道 50.5公里長 位於英吉利海峽多佛隧道 最低是有75公尺深 而正計入了海底的部分 就37.9公里成為世界第一 最近其實都多了很多這類香港人打氣的歌 證明了什麼就是香港人真的需要被打氣 大家繼續加油努力,頂住 今集EG哥仔到這裡 如果想知道更多派台的新歌或樂壇的消息 又或者想聽每集的冷知識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的主片不變 星期二、三、五就是出EG哥仔 希望繼續堅持到 剪片剪到我傻子 記得follow我Facebook和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按鈴鐺 這樣我出了影片你才會知道 不然他不告訴你 神經病,那訂閱是要來做什麼?